欢迎小朋友进入5月28号 星期五的第三次节课的综合领域线上教学 今天的课程主题是安全骑乘自行车 那这边所谓的自行车就是你们所称的脚踏车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老师会播放两部影片给你们看 那这里面的影片都是在说明 我们要怎么样去骑乘自行车才安全呢 好,那现在老师就先让你们看自行车违规的影片 一定要注意看哦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我遇到了奇怪的事情 怎么了 今天在喜宴小煮两杯之后 想说来骑个脚踏车透透气 结果 我真的感觉到有人在抓我的腿 不然怎么会动不了 真的好可怕 不,压倒,可以 从必须地不都在意 亲爱的舅爷,你刚刚说你有小酌两杯是吗 对啊 依照我的推论,你可能是因为喝酒而导致小腿抽筋的 并不是什么怪力乱神的事 而且你难道不知道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吗 哈喽大家好,欢迎光临JT交通事务所 我是Joy 我是Tom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最酷炫酬流有个性的自行车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脚踏车 脚踏车真的是非常棒的发明呢 除了轻巧便利,节能减碳 还可以锻炼身体,健康苗条 真的是好处多多啊 脚踏车属于慢车的一种 大部分都是比照机车的规范哦 比照机车的话 是不是也不能拿出手机滑来滑去呢 没有错,骑脚踏车的时候 一样不可以滑手机或讲电话 讲着讲着,钱就无借了呢 哼哼哼,真是逼句 为了安全和荷包起见 还是一次专心做一件事情就好 不过,还好我是没办法一心多用的人 是也不用强调事实了 啊,你说什么 而且脚踏车依规定骑在人行道 或行人穿越道的时候 也一样要礼让黄毛加身的行人啊 虽然行人是道路上的弱者 但别忘了他们有闪闪发光的帝王条款啊 那当然是恶话不说 握住刹车停下来 让他们优先通行再说啊 没错,不然就是300元到600元的代价哦 另外为了安全起见 要常常注意刹车、铃铛、灯光 和反光装置这些安全设备的状况 在夜晚的时候千万注意 一定要开灯啊 这样一来 除了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同时也可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 没错 如果半夜灯不打开 天晚来个警察也是一抓到就开罚 拜拜不送下次再联络了 不要再联络了啦 再来还有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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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一点 好可怕 是什么 不要吓人家啦 就是各位市井找民常常会误会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喝酒不可以骑车开车 而且这个观念已经慢慢推广到大家的心中 社会也越来越重视 但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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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好啊 好可怕哦 喝酒也不能骑脚踏车 如果骑了脚踏车也千万不要喝酒 一旦被半路拦截 酒测值有0.15 就又是300元到600元的代价 如果拒绝接受检测 会怎么样呢 会直接加成攻击 变成1200元 听起来不是什么欢乐的事情啊 补充一点 一般酒测值有0.15 大概就是两杯啤酒左右的份量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才喝一点点 不会有事 就可以骑脚踏车哟 原来如此 根本就是很有事 那喝酒不能骑脚踏车 我要怎么回家 我去接你啊 OK 今天的案子算是破解了 JT的交通事务所 我们下次再见咯 好 那看完了影片 那我们可以从影片得知 那骑脚踏车呢 脚踏车骑乘的规范呢 其实是比照骑乘机车 或是开车的规范的哦 那要注意的是 那骑脚踏车 如果你载人 或者是夜间不开灯 或者是酒驾 不离让行人 或者是滑手机讲电话 这些都是违规的行为哦 这个要特别注意哦 不要做违规的行为 好 第二个就是骑乘脚踏车呢 一定要注意 脚踏车是否有以下的 这些的安全设备 有哪些安全设备呢 第一个 刹车 如果说没有刹车的话 骑在那个有坡度的地方 这样子 刹车刹不了 是可能会撞到人 或者是自己会跌倒受伤 这个是很危险的 好 第二个 铃铛 铃铛就是要确保 警示 这个 其他拥路人的 一个提醒的 一个动作 好 第三个是灯光 如果说在夜间 骑乘脚踏车 因为脚踏车都没有方向灯 如果说没有方向灯 也没有灯光 那在夜间行驶的时候 如果有灯光的话 就可以确保 可以让后方的车子 或者说其他拥路人 看到 看到你 好 再来第四个 要有反光的装置 好 除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之外呢 骑脚踏车 骑脚踏车 有了这些的安全设备 除了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之外呢 同时呢 也能够提醒其他用路人哦 好 要特别注意哦 那最后呢 就是 骑脚踏车呢 酒驾 你酒醉 骑 哪怕是喝一杯酒 还是两杯酒 然后骑脚踏车 这个也是会罚款的哦 那罚款的金额是 300到1200元 那当然呢 18岁以下是禁止喝酒的哦 这个要注意哦 好 再来 接下来呢 要再看第二部影片 骑脚踏车的时候 要怎么骑才安全呢 安全骑程自行车 安全驾驶 安全用路与骑程观念 自行车是多数人 从行人转变成为驾驶人时 第一个学会操作的交通工具 因此对于自行车骑士的用路人角色 容易感到混淆 自行车在法规上属于慢车 也就是车辆 如果忘记自己是车辆驾驶人 就会违反车辆必须遵守的规则 而引发交通事故 所以除了遵守交通规则外 我们也应该更进一步 想到他人可能的违规行为 或轻率的举动会伤害到自己 尤其自行车非常仰赖骑士的平衡感 在外力介入时 相较于汽机车 更容易发生危险 为了保护自己 我们必须要有 预坐刹车的观念 也就是随时观察道路状况 将手指倾扣在刹车上 预先做好刹车的心理准备 当危险真的发生时 才能缩短反应时间 确实完成刹停动作 有了这样的基本观念后 这单元就要带大家来认识 自行车骑士应该骑在哪里 怎么骑才安全 自行车起步前 应观察周围路况 让通行中的人车优先通行 不可以进行从路边或车辆间冲出 确认自己在正确的骑乘空间 且后方无车辆接近后 才可以开始骑乘自行车 骑乘在车道上时 依照行车管制号制 也就是红绿灯指示 绿灯时不要贸然前行 确认横向没有闯红灯的车辆后 再通过路口 但如果是骑乘在有划设人车共道 或自行车专用道的实体人行道上 则遵循行人专用号制 小绿人亮起时 摆头确认后方的右转车辆停让后 骑乘在自行车穿越道线上通过路口 绝对不可以骑乘在行人穿越道线上哦 骑乘时 选择自行车专用道是最安全的骑乘空间 自行车专用道通常会划设自行车骑士 及白色菱形标线 让骑士能够辨识 另外 有些人行道上会设置人车共道标志 人车共道 顾名思义就是行人与自行车骑士 共用人行道 由于自行车骑士相对于行人速度更快 也更容易造成行人的伤害 所以必须负担更高的责任 随时注意行人动向 以能立刻停止的速度骑乘 并在交汇时礼让 勿抢快或按铃催促行人 值得注意的是 人行道是专供行人通行使用 因此自行车骑士 骑乘至未设有人车共道的人行道时 必须下车迁行通过 不可以骑乘 然而 大多数道路 没有设置自行车专用道或人车共道 因为自行车属于慢车 此时就必须靠边骑乘于慢车道上 若是在没有自行车专用道 人车共道 及慢车道的道路 自行车骑士 应靠最外侧车道的右侧路边骑乘 且在执行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 都必须随时注意周围车况 并特别摆头 留意后方来车 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 骑乘时必须保持安全跟车距离 若是以时速10公里骑乘在干燥路面 建议与前方车辆保持5公尺 约3辆自行车的安全跟车距离 若是加快骑乘速度 以时速20公里骑乘在干燥的路面 与前方车辆的安全跟车距离会增加到8公尺 约4.7辆自行车的距离 而若是骑乘在潮湿路面 或是下坡路段 就会需要更多的安全跟车距离 同时降低车速 以确保在危急状况下 有足够的距离反应刹车 避免碰撞事故发生 最后当骑乘在车流多的路段 则确实做到预坐刹车的准备 以侧安全 由于道路上有许多车辆 骑士必须随时提高警觉与注意力 骑乘时若遇到前方有停放车辆 且必须绕道越过时应减速 以手势示意后方车辆驾驶 即将变换车道 并摆头确认后方来车动向 才可切换车道绕过停放车辆 此外通过路边的停放车辆时 也应尽量保持1.5公尺的横向间隔 随时留意车内可能有人下车 避免撞上突然开启的车门 同时也要当心 停放车辆的前方可能会有行人钻出 最后准备回到原先骑乘的动线时 需同样以手势示意 摆头确认后方来车的距离后 才可以回到原本路线 另外 当视线前方有发现到儿童或动物时 应预作他们有突然冲出 或是改变行进方向的心理准备 必要时能做出因应措施 以避免撞上 路口车辆多 车流的行进方向也复杂 骑士必须仔细观察 判断车行方向 才能避开与其他车辆动线冲突 而产生的危险 转弯时必须依照标志 标线及号制指示行进 因为自行车没有方向灯 在转弯前可以提早举起 与转弯方向同侧的手臂 示意后方驾驶知道自己的动向 摆头确认对方有看到自己并减速离让 再通过路口 由于自行车属于慢车 再有标志两段式左转的交叉路口 就必须遵照指示两段式左转 在没有两段左转标志的路口 允许骑士直接左转时 建议骑士在进入路口前30公尺处 以手势示意后方车辆 并摆头确认后方来车 与自己保持安全距离后 变换至内侧靠近道路中心后 再左转 左转时必须绕越道路中心处 进入规定行驶的车道内骑程 但自行车骑士在路口直接左转时 容易与同向执行车辆 或对向执行车辆发生碰撞 所以在没有安全的把握下 为了自行车骑士的安全 即使在没有两段左转标志的路口 仍建议采取两段式左转 同时 骑士在路口准备两段式左转时 仍需摆头注意左侧 是否有车辆将右转 以避免双方因为动线冲突而发生事故 右转时应先靠右 摆头观察后方来车动向 确认后方车辆驾驶有看见自己 特别当心右转车辆会有的视野死角 及内轮差 以避免憾事发生 路口有不同方向的来往车辆 清楚了解行车优先顺序 也是很重要的哦 当两辆车在路口相遇时 我们应该要怎么安全地通过路口呢 首先当骑士骑乘至有号制路口时 必须遵循号制指示通过 若是在无三色号制路口 则要判断自己骑乘的道路 是干线道还是支线道 我们可以透过以下三种方式判断 1. 灯号判断 支线道接近干线道路口 会设置特种闪光红灯号制 是提醒支线道骑士骑乘至路口 应停车查看 确认干道无来车 再起步通行 2. 标志标线判断 支线道接近干线道路口 设有让路标志 让路线标线 是提醒骑士骑乘至路口时 应让干道来车先行 设有停车再开标志 停标志则是提醒支线道骑士 骑乘至路口 应停车查看 确认干道无来车 再起步通行 3. 车道数判断 扫限道者为知道 因此自行车骑士 骑乘至车道数量较少的路口时 应让车道数较多的车辆先行 学会判断干支道后 在有干支道区别的路口 支线道车辆 一定要让干线道车辆先行通过 若是在无耗制 也无法依上述原则 判断干支道的路口时 转弯车辆 应让执行车辆先行通过 最后 当无法依以上条件进行判断的时候 则是在相对位置 左侧的车辆 应让右侧车辆先行通过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行进路口时 即使是优先通行的车辆 也务必随时注意周围路况 谨慎通过 以侧安全 骑车在下坡路段 必须同时点杀前后轮并减速 避免因击杀导致前轮锁死而翻车 或因车速过快而失控发生危险 但坡度过陡时 建议下车以迁行方式通过陡坡 此外 在弯道行驶时 应减速靠边骑程 以防止车速过快而冲出道路 或冲进对象车道 并查看到路反射镜 确认对象是否有来车 避免因弯道行程的视野死角造成危险 必要时可使用车铃提醒以侧安全 在雨天骑自行车时 除了前面提到需要减速 并保持与前车的跟车距离外 也应穿着颜色明亮 合身的两件式雨衣 以提高被看见的机会 并防止服装卷入车轮中 此外 因雨天视线不良 地面湿滑 骑车时 应开启前后车灯 并减速慢行 当雨事过大时 因自行车轮胎 开面窄 摩擦力少 很容易打滑 因此不建议继续骑程 学习完本单元的内容后 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 安全骑程的注意事项 成为能够安全用路的 自行车骑士啰 好 那看完了影片之后呢 你们对于骑脚踏车的安全观念 有没有更加深呢 那这边呢 老师再帮你们整理一下重点 那骑脚踏车呢 要怎么骑才安全呢 好 第一个就是你要观察路况 我们要让通行车 通行中的人车优先通行 然后并且呢 你要先预先做好这个刹车的动作 好 碰到危险的状况 你就要就是刹车这样 第二个呢 要遵守号制 例如红灯停 然后看到绿灯就可以走 好 第三个呢 就是要领让行人 千万不要抢快 或者是按铃催促行人 好 再来第四个呢 就是要靠边骑程 靠边骑 那例如呢 在学校外面的这个道路 他是没有自行车 他不是自行车专用刀 所以呢 你在学校外面的道路 骑脚踏车的时候呢 你要靠边骑 这样才可以确保安全 好 再来就是 因为自行车呢 他是没有方向灯的 所以你要向左或向右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手势 告诉后方的车辆 你要往左边 往左转 还是要往右转 这样子 还有呢 要做摆头 你要摆头确认 后方的车辆的动向 是要往哪里 再来向左转 还是向右转 这样子 好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 最后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 骑脚踏车的时候呢 一定要随时注意路况 然后 然后 要提高警觉 这样呢 就可以确保这个行车的安全了 那接下来呢 老师要告诉你们今天的作业 那今天的作业呢 老师总共出了十题的选择题 那一到五题 是有关于认识这个交通号字 那六到十呢 就是基本的 骑脚踏车的一些观念 这些题目算是不难 蛮简单的 那总共有十题 总共有十题 那这些 这个测验券呢 老师放在哪里呢 好 那测验券呢 你们要自己去下载 从哪边下载呢 你就进入到 我们学校的 学校的网页 那网页旁边 左边有一个 接受国小五年级作业缴交区 你就点选进去之后呢 你再去找一个 有一个资料夹叫做综合课 然后看到之后呢 就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综合课资料夹里面 都有老师放的题目卷 那你就找 有一个就是交通安全110527的 这一个图档 你就下载下来 下载之后呢 你就直接作答 在上面作答 做完答 作答之后 你就储存 再上传到 五年假班作业缴交区的 你的座号的资料夹里面 这样了解吗 好 那再来就是 昨天老师也有出一个功课 就是有关于防疫知识的 四张图片 那你今天 没有交的小朋友呢 也一并利用今天的时间 下载 下载之后呢 赶快作答 再上传到五年 五年级的那个作业缴交区 那这个就是你们综合课的平时成绩 老师会依据你缴交作业的情形 来打你们的 综合课的平时成绩哦 那今天的功课呢 请你在今天中午之前 中午就是十二点之前呢 赶快完成 然后上传到 作业缴交区里面 这样老师就可以直接从网谍里面去下载 去批给你们的作业 这样了解吗 那昨天的防疫知识的作业 如果你还没有交的业 一并在今天中午十二点以前完成 然后交交 这样可以吗 好 那最后 那有学习上有任何问题 那也欢迎小朋友呢 在群组中发问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上到这里 下课咯